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是一个起点 总比打仗要好 但是更多的好像是在反对 认为金正恩是满载而归 而川普两手空空 到底川经会效果如何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个结果呢 是川普总统这一边低估了金正恩那边的这种 他的狡猾 他的这种弹性 所以呢 当具体谈论文本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阻力 这个阻力还非常的强大 金正恩不愿意就那些很具体的条文进行这个赞同或者签署 所以呢 美国没有办法 美国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 要么就是无功而返 因为川普原来说过 如果第一分钟发现这个协商没有办法达成的话 可能他就立马就达到回府 但是事实上这一点他是很不愿意做的 他非常没有面子 因为他过去川普经常很自信的说自己的谈判 手段啊 技能啊 如何如何了得 过去在商战中 基本上都能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所以他说在竞选的时候就说 他愿意跟普京谈判 愿意跟金正恩谈判 如果这次到了新加坡 几个小时之后就达到回府 那就是在执政外交这个策略方面来讲的说 他已经是先败了 所以呢 川普呢 是不愿意走这一步 所以他非常勉强的说至少要达成一个粗制的 比较粗略的框架 至少从面子上来讲的话 要看是一个 至少不是一个明显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所以这样的话就硬撑下来 那么事实上就放低了标准 所以呢 其实我们要讲的话还是金正恩赢了 从木总长来讲 但这个赢呢 是一种无赖的赢 我们要讲那个更加标准高一点的话 就是说 其实只要朝鲜不是真正的实现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那么怎么说都是金正恩赢 是吧 因为美国的目的是希望没有条件的 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而金正恩只要稍微耍一点手段 手腕 只要没有达成这样一个目标 那就算金正恩赢 所以为什么从技力上来讲 我刚才说是金正恩赢了 除非川普有本事 就是在几个小时就逼迫金正恩 非得签那个无条件的 无法逆转的 完全的无核化 那显然这个做不到 在这之前我们大多数的观察家 分析人士都认为是不可能打错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看到在记者会上 就是当川普总统在会谈之后的一个记者会上 他的这种情绪和表现 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这种焦虑 怎么焦虑呢 就是他回答记者问的时候 当然人们多多的向他逼问 说为什么没有很具体的时间 为什么这个条件写的不是那么明晰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川普都倾向于打断别人 话都不愿意听完听测的 就打断别人 总是说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怎么样了 已经怎么样了 就是勉强的要把它说成好的东西 他听不得别人说他是不好 包括有人讲说 你怎么称赞 给金正恩这么高的评价 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 他总是在圆自己的话 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批评 所以他这个做法确实 如果要讲一个商人总统 或者说带有孩子气的 随意性的这样一个总统 在有的时候你确实能看出他在政治上的一种不成熟 有一种过度的急于求成 他不希望人们把他这一次新加坡的会谈 说成是一次失败的社会 所以他总是在替自己强烈的辩解 我觉得川普上任以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对媒体过于在意 媒体对他的当然有抹黑了 有攻击了 但是他喋喋不休的总是在骂媒体 在批评媒体 其实他如果作为总统作为世界领先的大政治家 不管他是不是职业政治家 他至少应该对这个问题逐渐的淡化 不要那么激烈的去骂媒体 这个态度都已经表过了 何必天天要骂媒体呢 那就没意思了 对吧 同样的道理就是当外界对他的政策 或者是战略有一些不太理解 不能接受的时候 这种批评他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更加平和的 甚至更加大度的这种的态度来接纳 就算他内心不同意 也没有必要当场跟别人发生争持 他可以玩耳一笑 稍微加几句解释就可以 有些东西不是说当场就要争出个胜负高低 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接受他的理念和意见 所以我觉得川普呢 他毕竟不是一个达到非常高技艺的成熟的政治家 所以这个方面呢 他还真的是要学习提高和改造 当然也有人传言说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 桑德斯这个小姐 这个女士呢 大家都知道是应该是相当的有本领的 但是现在有人传言说他想辞职 他想不干了 但是后来他很快就辟谣了 他说没有这回事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川普的一些言论啊 一些做法使得他的手下幕僚之间 是有的时候很难配合的天衣无缝 会造成一些困惑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呢 可能第一个任期里边的确还没有磨合好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以磨合 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岁月里边 我们能看到更加成熟的磨合的更加好的这样一个中国 夏教授在这一次川普的记者会上啊 还有一个跟美国之音记者的对话 其实呢我觉得啊 这个川金会到底成果怎么样 那要历史来检验 但是有一个话我确实非常非常心里很不舒服 就是说他说金人恩乐爱朝鲜人民 我就很难理解 那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对他这个说法呢是一种商人的说法 我们知道商人在谈判场上 或者是拿到一个大单之前 经常是言不由衷的去过度的美化对方 实际上是在放那种迷雾蛋 或者讲灌迷魂汤 中国人说的迷魂汤 让对方得意忘形 然后呢露出破绽 他可以获得商机占一点便宜 我看川普经常干这种事 包括这个一年多以前 在呼海山庄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 那个整个接待的氛围 让习近平感觉到自己真的是 可以跟美国总统这个平分秋色了 那可以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 发表自己的言论 甚至能够左右格局了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幻觉 你看看川普表面上在吹捧他 可能内心在鄙视他 在很多方面是最后还是要把他打下去 包括在经济贸易方面 所以呢他川普的有些话真的不能太当真 是言不由衷的做法 当然川普他内心世界里面 有没有一些比较 本身就有一些欠缺的这些思维呢 是当然是有的 我们记得过去他曾经谈论到 这个六四屠杀的时候 他说的不是对那些敢于抗争的 学生和平民的那种精神的烈士的这种敬仰 而是呢 经常说中国政府强而有力 在他看来他很羡慕中国的这个这种暴政 而且他也表达过对普京的一种羡慕 对习近平的羡慕 现在也表现出对金正恩的一些羡慕 无非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强权的统治者 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 尤其是媒体那绝对是战欲和热爱 所以呢 如果川普假如说这个世界 这个上帝给他来一个调换 让他到独裁的国家去当这个最高领导人 说不定他也愿意尝试 所以呢他有一些对这个金正恩的这种战欲 包括对习近平过去也有说过 就是说就好像他爱他的国家和人民 他的国家和人民也热爱他 他怎么知道呢 他完全是一个商人在这 这种胡说八道说实话 就是一种恶意封城 但这种恶意封城是廉价 真的是不得体的应该说 尤其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一些独裁的国家专制的国家 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朝鲜 他都不应该过度的战欲 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的话 美国这个总统就是讲话的话 也不是可以随便讲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白宫的这个 现在对总统的制约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约法三章 或者有一些这个最起码的最低的限度的要求和约束 不能让总统这样随便说话 大家记得80年代初当里根当总统的时候 里根有的时候也是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外交场所 说话非常的随意 他甚至开过一次非常大的玩笑 他在试话筒的时候说 要放一颗核武器要炸莫斯科 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被看作是一种敌对的行为 一种挑衅的行为 后来里根为这个事情专门道了歉 他完全是在没有正式开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他调试话筒随便开了一句玩笑 但是你总统平时有什么偏好 或者开玩笑的习惯 但是在重大的这种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 你是不能开这种玩笑 我相信白宫当时对里根在幕后 也是做了一番的批评和约束 那么现在我感觉对川普的约束可能太松 还是说川普这个人他就无法接受人们给他任何的约束 我想这个也做不到 因为毕竟美国它是有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的国家 何况还有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制衡 怎么可以说总统可以随意的说话 那么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会通过一些国会议员提出这方面的一些要求 要是对总统在国际场合所发表的重大的这些讲话 要有一个最低的限度的约束和要求 而且是如果说错了 事后应该进行补救 事后个人要做出道歉 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下面说美国参议院将对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表决 而这个法案的附件涉及到中性公司芯片的问题 那么您认为这一个表决是否有可能否决川普总统 或者美国商务部曾经跟中性公司达成的协议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一方面通过中性这个芯片事件 让全世界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了 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那么既然这个情况搞清楚了 接下来那就看中国能在很 在什么样的程度敢跟美国叫板 或者是跟美国真的是所谓的以牙还牙 一直去打下去 如果不能做不到这点的话 那中国至少在一段时间还是要隐忍 还是要像过去邓小平所提出的那样的 就是什么一段时间里面呢 你就要掩盖自己的匆忙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美国和西方国家 都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出 中国呢向外扩张渗透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 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呢 也表现在这个2025制造业这个方面的一些计划上 所以呢美国现在非常有针对性 有针对性的来对这些政策进行回击 或者进行惩罚 所以我想中国在这个方面 如果要是对着干的话 那接下来美国和西方世界 还会采取更多针对性非常强的 这种制裁或者是打击措施 这种制裁的应该是对性格的 更多的 就是对性格的 就是对性格的